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来达到说 空间上的层次 在立板上 我们用了 玻璃的一个立板 然后变成它其实是一个 活动成板的概念 其实你什么时候 都想要摆不一样的 韵律感的话 你都可以随着你今天的喜好 去呈现说 这个黑胶展示架 它的风格 其实是由你决定的 屋主中心黑胶 当然也重视视听环境 客厅天花板 贴心规划吸音棉 让旋律迈动 在空间打到饱和 提升月听品质 屋内最怕的 梁柱问题 也可在这发现 其中奥妙 以圆弧形的流动造型 修饰龙角 打造不同的空间氛围 那在灯光的部分上面的话 大客厅 它的灯光的氛围 其实我们是采用一个 向上军光 对于整体照明的一个照顾 但是对于小客厅的氛围的话 其实我们反而是 着重在说 避灯 或是展示灯 还有就是吊灯的一个营造的气氛 去猥琐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